宋碧琪議員 多謝主席 各位下午好 回歸以來讓居民安居樂業 一直是特區政府的施政目標 但就安居來說 距離市民期待的還有不少的差距 2005年之前 澳門住宅赤價大概都是千多元 十多年過去 樓價升了不止十多倍 而人工卻遠遠追不上樓價的升幅 無奈之下不少的基層市民 唯有將目標轉移到政府的公屋上 很多的青年人大學未畢業 就先申請建屋 全民是增上樓 出現這種局面 令人感到唏噓和感慨 對於萬眾需求恩賜的公屋 多年來政府一直得到港字 不單供應量和興建的進度 周年後病 就連基本的公屋申請程序 亦都是十分繁瑣 按照目前的制度 公屋申請重開與否 完全是由政府決定 普通的市民是無得選擇 輪候方式上採取的是抽籤後清隊方法 完成抽籤之後 輪候的隊伍是即刻解散 現在的公屋增多足少 對於非核心的家團 每一次申請是幾乎淪為陪跑 下一次重開又要重複申請 耗費行政資源的同時 申請家團亦都是身心疲憊 對此社會早有怨言 質疑中間的程序的合理性 小於理解興建公屋涉及土地規劃 行政程序等很多的複雜環節 尤其是公屋需求量與日俱增 而且在公共人力資源不足的情況之下 沒有辦法一就完成 但需要明確的事 有困難不代表不能作為 有困難更不能代表毫無作為 在政府力所能及及職責內 每改善一個制度 社會就可能多一份希望 會加快一步的進度 市民就可能多一份信心 針對公屋申請的制度不合理的問題 行政長官早前回答時明確是回應 任期內將會重開公屋的申請 對此社會的評價是正面 但最重要的是要盡快兌現承諾 真正落實重開的時間表 同時是加快相應的公屋項目的建設 使輪候的家團是可以早日上樓 從長遠考慮 本人促請特區政府要加快公屋的修法進程 將公屋行常化申請 讓有需要的居民隨時可以提交申請 舒緩市民恐慌式的上樓程序 這樣政府可以適時掌握公屋需求的真實情況 有助科學制定公屋的規劃 對於早日被確認符合資格的社屋輪候家團 亦都可以盡早獲取政府提供的住屋資助 減輕租房的經濟壓力 多謝 我 X 我 X 谢谢大家